我一片片碎开 碎花般轻轻 我最近刚刚新专辑新解锁的歌 哦 说声嗨 直到你一定回来 一个狗头在这儿 旁边家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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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回应一下家长 再加了再加了再加了再努力了 今天在我们南京的节目 刚刚官宣南京家长了 哦 对你看 才知道这声啊 我知道 8月10号11号两场 对吧 哪有狗啊 哎呦 你看旁边有狗在哪里 树叶在跳了 真的离谱 你觉得自己哪点最靠谱 靠谱 这一点最靠谱 就是靠谱 你觉得我抢得到票吗 你这个回应我只能说离谱 然后像小美满也很适合 既然时路一定有转弯 哪个风景都漂亮 然后大鱼最后一句也非常相是 相符合了 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不愧又想把它撕的 会不会 在这挺好的 也是吧 也是吧 比较比较符合 准备好了吗 又一个重磅音乐炸弹 即将引爆娱乐圈 前几天 小编爆料的周深将参加 江苏卫视某音宗 已被正式一档名为 音乐原计划的全新综艺节目 马上来袭了 薛之谦 周深 刘雨宁 陈怡 张脸颖都要来 这阵容 音乐圈要地震了 别小看这个节目 他可能会在音乐圈 掀起一场革命 节目官博 一号下午发布官宣 今日周深确认 参与录制音乐原计划 周深常驻的音桌要来了 今天周五十二点开启 上班打卡直播 大家好 我是歌手周深 欢迎音音师先 我们在这个声音里面 也等你很久了 谢谢谢谢 我们今天既然是来上班 我们先把流程走完 好吧 我们先要 先打卡 对 先打卡 先签一个这个音符道具 签上你的名字 好 我来帮你拿 谢谢 好 然后挑一个 然后挑一个你喜欢的位置 贴上 这是已经贴过的 我就 贴哪个呢 还挺难选 那贴这个吧 贴这 好 贴这 因为它是发 那就 祝大家一路 发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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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祝福我们就是先收下了啊 因为它前面是个高音高音符号 是正好到这儿正好到这儿 我们靠谱就靠的是无限谱 靠谱好 那接下来就开始了 先照片 然后再视频打卡 好不好 先照片 嗯 对 对在你的这个音乐道具的旁边 哈哈哈哈 先定 哎呦 我不行 刚刚我们就要把电影去发 就这样吧 哈哈哈 再努力了 今天在我们南京路节目 对对对 刚刚官宣南京加场了 哦 对你看 还知道这事啊 我知道 知道 8月10号11号 两场 对吧 是的 那有没有会有一些特别的准备呢 因为你看原计划也是在南京路 然后这个又在南京今天宣布加场 我觉得特别的准备的话 就每一场都是特别的准备 对 所以一定会有就是哎呀 也不能透露太多吧 我觉得就大家来到现场去感受 然后我们一起去创造一个最美的回忆是 我们所有人都为这场演唱会所一起做的特别准备 包括歌迷朋友们来到现场的所有的人 我们一起去创造这个事情 是刚才你说说 欢迎大家来到现场 我们一块去创造更多的回忆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 你觉得我抢得到票吗 你这个回应我只能说离谱啊 靠谱靠谱 怎么还离谱了呢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这个音乐园计划的这个现场 你也发了新专辑反身代词 然后演唱会 新春也特别赶 你觉得 愿意来音乐园计划录制 它最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我觉得它应该是会吸引每一个歌手吧 或者是音乐人 因为每一个歌手都是希望能够更好的作品 以及去跟好的音乐人去结这个缘分的 每天大家都在说好歌都是可遇不可求 那不就是在求一个缘分吗 所以这样那个缘分就吸引了我 希望可以在这里可以听到喜欢的歌 或者是认识到更多特别棒的音乐人 然后也许可以让我在自己擅长的风格里面 找到更喜欢的歌 或者是可以甚至去扩充我自己的音乐风格 我觉得都是可以值得期待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原创音乐人也特别期待 就是由你来演绎过他们作品之后 又会有什么样新的升级 我也很期待 就是我们都彼此期待 哇那就是双向奔赴呢 我会总结了这个 见到还没见就是双向奔赴 这一段我们剪回去 在我们录制大厅循环播放 靠谱 这一点最靠谱 就是靠谱 就是一个靠谱 我觉得在音乐中创作当中 或者谐音跟上最靠谱 工作当中最靠谱 对不对 好那我们就期待你在我们音乐园计划当中表现了 再次谢谢深深欢迎上班 上班快乐 期待遇到所有非常棒的歌曲和音乐人 谢谢 谢谢 拜拜拜拜 请上班吧 拜拜 直接离谱 7月2日至3日 周深会在南京录制音乐园计划 据悉 是采取南京澳门双地录制模式 按照正常的拍摄进度 这档音宗应该可以和奔跑吧 五缝衔接 所以奔跑吧结束 大家依然可以每周看到周深 也是没想到周深还是常驻 要开演唱会 还要参加音宗录制够辛苦的 蜜子们不怕没有饭吃了 另外 偏一下网传周深将参加今年的我们的歌是假瓜 所以卖录制名额什么的信息悟信悟传 警方上当 借用一位生米的话 音乐园计划我们很开心 周深能够把今年最具分量的参加综艺名额授予我们 此音宗不予其他音宗重复参与 还有音乐园计划第一阶段录制 好像不带观众 之后应该会带 后面想去录制现场的朋友可以关注节目官博 这次的音乐园计划据说要把演唱会搬进综艺里 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小型演唱会 没有华丽的舞美 没有炫酷的特效 就是歌手和观众面对面 目前流出的节目流程 节目每期邀请十位明星歌手和六位音乐创作人 完成互选配对 配对成功的歌手将获得表演舞台直面观众的反馈 最终歌手和创作人决定是否发行该原创歌曲 每期节目还会评选出本场的最佳歌曲 而在最终的盛典上将呈现力气最具人气的歌曲 说实话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是 完了 音乐圈要变天了 最后听说节目首播时间定在下个月 我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你们呢 准备好跟我一起见证音乐综艺新机缘的到来了吗 来吧 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场音乐的盛宴 谁知道呢 说不定下一个华语乐坛的神曲就要在这里诞生了 外形方面不要合适靠谱 同年 小孩版的可能 真相通常只有一个 原来爱文字还不错吗 因为大家同年的 大家都印象都很深 对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项目有人上 像卫文花明这些都是非常感动 由你看看就哭到不行的 然后项目有人上是觉得非常质疑 那种水一样可以去走进大家心中的 这样的感觉的动态 我比较喜欢 以周深如果从刚才那个游戏环节来讲 他是卡特的你是卡尔律 哎怎么回事 卡特兄弟 我们是卡尔律 而且那个太景点了 人进去了斜流了 哈哈哈哈 已经不知道了 我的视野就黑了哈哈 那你每次往里面冲的那个精神是很可嘉的 你是扎进去的好可爱啊 每次都扎进去 我跟你讲这我都羡慕你们 你们至少人还进去了 我人都没进去 我希望被吞噬都没有我们那个机会被吞噬 那是一个英雄的卡 对然后以前我们还有机游戏网里面的那个卡 神奇宝贝的卡 因为那些卡都可以像现在的三国杀一样拿来玩 对 我倒没有太疯狂的去集齐它 所以我都比较随缘 哎呦 你再来一两期都快比我弄 哈哈哈哈哈哈 你刚刚洗的配件吗 你擦着掉了 我觉得还蛮好洗的 然后你的那个都已经沉浸进去 谢谢你